大家好,我們是超德體 我是骰子 水壺 大家知道城代有兩個資工系嗎? 我們俗稱大資工和小資工 大資工就是所謂的資源工程 因為我們是在民國59年創立的 小資工就是資訊工程 因為我們在民國59年的時候還沒有創立 所以其實也有年紀來分大小資工 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平常兩個系都在幹什麼 我們記錄一個禮拜的社會 大家應該都很好奇大學生活在幹嘛 還好 那我們換個題材 我們拍戲隊打球 不要 好,現在是禮拜一的下午 我準備要上這禮拜第一堂課 做個系統 真的是一門很硬的課 咱們趕快上課,不然等一下遲到了 其實沒什麼人物 然後你看我們戲喔,我們戲是這樣 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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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禮拜以上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來讀 我們期中考 因為有後天就要期中考了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來,來念書 我們大概念了十分鐘左右 我們大概念了十分鐘左右 發現今天好像不太適合念書 所以我決定去打一下做球 身為資工系的學生 我覺得 常常缺乏運動量 所以我覺得適時的運動 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馬上出發去打球 現在是凌晨兩點 我明天是一堂早八課 那這禮拜我要開始記錄我的生活 我要奮發向上 我一定會去上這堂早八 嗯... 現在是早上十點 我已經錯過第一堂課 我就覺得 遲到一個小時 那乾脆再睡兩個小時好了 嗯... 我們再睡一下 嗯... 現在是一點了 我要去上 下午的那一堂課 希望他不要太無聊 我後悔了 來上化學 這個是資源西大一的必修課 這是我第三次上這堂課 這是我第三次上這堂課 這是一個資工人的 那個... 一生 你在寫那個資工人的一生 你是主角 幾百 幾百 一個人還有Template 你們兩個人 一組合作 其中一個 超緊張 你們覺得剛剛 BRANDSOMY覺得很棒的idea OK 我們剛剛終於考完了 我們系上最後一個期中考 然後 這次出的算沒有很難 然後我們緊接著 就要來準備 明天的選修期中考 還有 今天有一個實驗要做 然後 資工系的生活 大致上就是 讀書 寫程式 還有做實驗 一直融合 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加油囉 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我跟水湖在上天然氣工程 你看水湖在幹嘛 玩手機 海外 好久沒吃午餐 你怎麼跟你吃午餐 要看一下今天吃什麼 這個飯裡面有很多頭髮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Friday night 然後 經過三個禮拜 考試的摧殘 我們現在 終於要參加一個 叫BO的舞會了 然後今天請到的來賓是 柔俊碩 很期待他的表演 畢竟 我也是狼人殺的忠實粉絲 然後現在跟我們的新團員 桌子一起去 大家好我是桌子 好那我們趕快出發 謝謝 老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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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別殺我 向盡我的生活 拜託別殺我 向盡我的生活 向盡我的生活 好 現在水煙館 美奈台南右邊水煙館 那我們資訊函介紹一下好不好 欸OK吧 要夜店找公關 小江 資訊系竟然會有這種人 不可思議 水煙燒開咯 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跟你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 應該是差不多的吧 應該吧 那你覺得這禮拜下來 兩個資工系 差在哪邊 我覺得是 教授上課的內容 做作業吧 不用像資工系一樣 作業寫到三四點 對 這是常有的事情 然後我們的教授 不會一直說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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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想要讀這個學藝之前 你可以選去做一下研究 對 像我們的學系就很老 那我們教授可能都很老 然後不會用手機 不知道讀上課 那如果你覺得 你想要推薦別人來讀你們系的話 你會跟他講什麼 沒有興趣的話 就是真的 不要選 因為 像讀我們系資訊工程的話 動不動就熬一熬二兩三點 如果沒有興趣的話 這樣讀四年下來 反而是很痛苦的事情 會不會太正經 那我們這禮拜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 訂閱 按分享 記得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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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